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是男人的胸吗 楚总 快点喝 难道我睡了我们集团总裁楚天燕 迟婉 你怎么还没到公司工作还要不要啊 迟婉 你昨天都做了些什么 不行 我得赶快去公司 楚天燕想安排我的事我做了 你这个不孝子长大了翅膀硬了敢跟我顶嘴了是吧 我告诉你 不管你做什么 结婚才是你的命 喝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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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赤婉 你到底是喝还是不喝啊 赤婉 你什么态度 你不过就是楚总的玩物而已 你别真以为自己可以当楚太太了 少爷 医生已经看过了 大小姐没什么大碍 被撞的那个人怎么样 只是受了一些皮外伤害我印记 不过您放心 我已经安排好了 楚 楚总 洛言 身体好点没有 洛言 什么洛言 这是哪儿 少爷 医生说了 车祸之后 可能会出现短暂的失忆现象 失忆 对 我竟然变成了楚总的亲战人 我现在是吵不过瘾 吃完 你给我出来 这里不能随便进的 跟你说不清楚 说 你到底用了什么药术 把我换到你身体里面 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 我发誓 我什么都没有做 所以你确定 其实我就是你 难道是之前那场意外 让我们灵魂互换了 你们在聊什么 哥 这是我朋友 也是公司同事 他在找我玩的 笑我一跳 我还以为出了车祸来额钱的呢 你 朱洛言 你要是不想被松尼精神病院 就别说话 你俩没事就好 这次车祸 是洛言大意了 什么我大意 他明明也没看过我 你也是集团的员工 以后公司有什么事情 尽管来找我 对了 你叫什么名字 他还在吃完 没想到吗 你还挺聪明的 那能怎么办 只能讲解就解了 所以 到底怎么样才能换回来 来吧 那我要撞了 我还怕 我也怕 怎么这么难 是啊 大小姐 您的礼服已经送到了 礼服 您忘了 明天是您和江绍订婚的日子 订婚 我明天要订婚 谁订的 我怎么不知道 我订的 这是要让我们帮她吗 妈 结婚是什么时候定的呀 我怎么不知道 你知不知道 不重要 只要你执行下去就可以了 你听明白了吗 江家都已经准备好了 乖乖订婚 你要敢服了江家的面子 看我怎么收拾你 看我怎么收拾你 这 虫子也太强势了 完全不管自己女儿的感受 床仪 把大小姐带下去 不到订婚仪式 不准离开这个房间 是 天爷 你妹妹的事弄完了 你和江家大小姐的事 也该抓紧了啊 江小姐 可是豪门江家唯一的女儿 那个公主病 出门得带八百个宝 你以为你是谁 我告诉你 别以为落烟撞了你 我楚家大门 就是你随便出尽的地方 这破家说得谁想呆一点 你 你任性也有个度 难不成 你想去联姻 你能让我不去联姻啊 我让你去公司 就想让你在公司好好干 证明给爸妈看 你的价值不止联姻 没想到楚总 对妹妹还挺好的 既然这样 我就帮你明白一把 好 我知道了 明天公司有个案子 你要不想去订婚的话 你明天 就去拿下这个项目 刚好以正式为由逃跑 妈不会太为难你 嗯 小哥哥 我送给你糖 你不要不开心了好吗 好的 谢谢 我们一起去玩吧 好 怎么是他 难道楚总 就是当年的那个小男孩 嗯 洛言 想什么呢 洛言 洛言 没什么 这个是东远集团的收购计划 如果你能搞定这件事 相信 爸妈他们不会为难你 你也看到了 这样的家只会联姻的家人 有什么好待的 如果我能让你不用去联姻呢 什么意思啊 你爸妈让你联姻的目的 是证明储家人的价值 如果你能证明你的价值远不止联姻 或许 他们就不会让你再去联姻了 真的假的 我们做个交易吧 我帮你在公司里逆袭 你帮我继续在公司上班 保住我的工作 怎么样 成交 你们楚氏集团 就派这样一个小姑娘来跟我谈合作 好像 不把我们东远集团放在眼里 李总 我们没有这个意思 这位是楚洛言 楚小姐 可是我们楚总的妹妹 哦 楚小姐 之前的合约 一直是由楚总跟我们谈的 所以我希望让她来签 李总 既然我们竟达成合作共识 那这个字谁签不都一样吗 我相信李总 也希望我们达成合作吧 好 楚小姐说得好 我们也非常有诚意地 和你合作 楚小姐 李总 这合同 我不能签 邓小姐 你搞什么东西 先是派一个黄毛小姑娘来签 现在说不签就不签了 我告诉你 我们东远集团 也不是非牛不可 李总 这份合同我们法务看过 怎么 到了签约金额就不对了 你别胡说八道啊 合同就在这儿 你自己看 你们财物干什么吃的 这点数据都那么明白 这不是在楚小姐面前丢人吗 李总 我们 什么什么什么东西啊 你现在到财物那边领钱 明天不要来了 李建民 数据是你让我修改的 合同也是你让我造假的 现在把股舍在我身上 今天 不是你辞退我 是老娘不干了 初小姐 合同的事呢 肯定有误会 来 走走走走 李总 既然东远集团 爱干这些偷鸡摸狗的事 但我觉得 他也不值这个价 我现在立刻找人改合同 想要继续合作 也行 收购金额 下条十五个点 十五个点 签不签 在你 小姐 我签 迟婉 你什么态度 我就是态度怎么了 明明是你自己的工作 你凭什么人给我 迟婉 大家一起合作的项目 这是分到你头上的 这么重的任务 一个人根本做不完 你这么会分 你怎么不把你工资分给我 一天天都不好好工作 你们又在聊什么 楚总 楚总 你看看他 他不想工作 我们的项目都没法进行了 你别血口喷人啊 明明是你自己的工作 你偏要扔给我 你知道 这几个人又在屏 我要是没记错的话 咱俩是平息的 你凭什么给我安排任务 你 初婉 这是大家共同商议的结果 少数服从多数 你知不知道啊 楚总 楚总 你就这么看着他们欺负你同事吗 职场霸凌算什么本事 我没教过你们妈 自己的事情自己做 楚总 我们没有恶意 是吃碗平时比较照顾我们 所以我们才找他的 你算哪根葱啊 要我照顾你 是吧 你别装了 你走 碧螺春味 真到我闻不出来 这么爱挑拨离剑 也不知道楚氏公司 怎么把你召集了 初婉 别以为你跟楚总睡了 就可以为所欲为了 别以为你跟楚总睡了 就可以为所欲为了 初婉 你别以为我不知道 那天晚上发生的事 难怪楚总监这么帮你 可是那要怎么样呢 你不过就是楚总的玩物而已 你别真以为自己可以当楚开探 难不成你以为楚总是真心喜欢你 你们胡说八道什么 来公司是 你说睡了就睡了 你有证据吗 天哪 吃完 你到底是用什么手段勾引的橱子 真漂亮 还真是不意外呢 他说别人是绿茶 原来他就是狐狸精啊 靠自己的身体上来 你有什么资格说我 吃完 我看你这次还怎么狡辩 没错 那天晚上 我跟他在一起 需要给你们报备吗 杨小秋是吧 去人事部我办理你个手续吧 你被辞退了 我 我 初总 陈婉 来我办公室一趟 我哥怎么会突然对一个小职员这么严谨 难道刚刚说的都是真的 难道迟婉在骗我 迟婉 迟婉 那天晚上的事情 我觉得我有必要跟你道个歉 道歉 所以他们真的睡了 虽然那天晚上是个意外 我哥这什么渣男发芽 睡了人家竟然说是意外 但请你无必要相信我 我楚天一 绝对不是他们所说的人 我会负责的 我都要看看你怎么负责 什么意思啊 我们结婚吧 什么 结婚 现在就去领证 不行不行 得去拦住了 惊喜 现在就去领证 惊喜 这又是谁啊 洛言宝贝 我刚回国 你要跟我在一起吗 江耀明 你来这儿干什么 美女 一次见你就知道我的名字啊 想必你已经爱上我了 要跟我在一起吗 至枪家少爷 果然和传闻中一样坏心 滚 好 洛言宝贝 我刚回国 咱们吃点好吃的去 走吧 哎等等 我找卓总监也有点事 滚 啊 哎 哎 江耀明 你想怎样 是我爸让我来求的 你又不是不知道 哎 刚刚那个女的 是你们公司的 介绍一下 休息了 不送 没关系 我自己吹 你真跟我哥睡了 一万 这真的是个意外 这要是被别人发现 我说了 今天必须订婚 你竟然跑了 要不是江耀明出面调节 我怎么和江家交代 我这是有证实 所以才走的 什么是比你和江耀明 订婚重要 他有喜欢的人 为什么一定要跟我结婚啊 他喜欢谁不重要 重要的是 我们楚家和江家 必须要 妈 我和哥的价值 难道只有联姻吗 那你不联姻 还能干什么 这是我今天刚谈下的 东远集团收购案 我的价值远不止联姻 就你 这事要不是楚天叶帮你 你怎么可能解决的 这是我自己谈的 他没有帮忙 我不管谁谈的 现在最重要的 就是你和江耀明 好好相处 定个日子结婚 天底下 怎么会有你这样的母亲 你这个不孝 长大了 翅膀硬了 该跟我顶嘴了 是吧 我告诉你 不管你做什么 结婚才是你的命 结婚才是你的命 你没事吧 我没事啊 我妈她这个人就是这样 比较独断 怎么会这样 她认定家族利益大于一切 从小就重视楚天叶 所以我 天天小姐也不好答啊 我不想随随便便跟别人结婚 更不想嫁给自己不喜欢的人 你放心 我一定会让你母亲知道 你的价值远不止涟漪 朱天叶 我听说你睡了个姑娘 你说这 铁树三十年已开花 它得是多么稀奇一件事啊 你和这个姑娘发生了关系 以我对你的了解 你肯定是想对人家负责 那那那那白玉光怎么办 你心心念念找人家那么久 你不能说放弃就放弃吧 我没放弃 当渣男脚踏两条船 我没有 也是 你是压根找不着人家 也没什么机会 OK OK 但是啊 你就说这件事 我能在精神层面上支持你 但是在这个道德层面上 我得谴责你 我得严厉地谴责你 真的 谴责你啊 哎 美女 你怎么在这儿 我当然是来接你的 哎 美女 给个机会让我送你回家吧 不需要 你就不好奇 我跟楚罗烟的关系吗 我都要看看 你怎么禀判我 现在可以说了吧 没想到你和楚罗烟的关系 还挺好啊 不关你事 我和楚罗烟 算是青梅竹马 关系还一直算不错 求婚是我爸的意思 他想我们楚江两家联姻 那你想联姻吗 我不想又能怎么样 我拒绝不掉啊 不过美女放心 我这人不会忍由家里摆布 我一定会全心全意 美女喜欢你的 喝酒吗 我想喝酒 好 这我再行 公司里有内鬼 那必须把他抓出来 你 竟然会这么激情 我 那是不想去联姻 你跟我认识的楚罗烟 还真不一样 你慢点喝 很容易醉的 你穿内鬼的事这么麻烦吗 他不一样 那你 这就喝醉了 我找你找了那么多年 你别走 你 找谁 找 找我 照片 帮帮他 怎么喝这么多酒啊 是工作应酬吗 不想结婚 不想结婚 你说什么胡话呢 妈妈才舍不得你嫁出去呢 如果工作太辛苦的话 就在家休养一阵子 妈妈养你 妈 妈妈去给你弄新酒汤啊 嗯 吃完真的很幸福 有个好妈妈 还能被别人这么在意 而我 嗯 你这可不笑语 长大了翅膀硬了 敢跟我顶嘴了是吧 结婚才是你的病 多么不一样 吃完一定从小就很幸福 嗯 这不是楚天燕那张宝贝照片吗 难道吃完就是那个小女孩 来宝贝 喝点新酒汤吧 妈妈 嗯 这张照片是什么时候拍的 你怎么突然看这个了 这个是你很小的时候拍的呀 这个是你很小的时候拍的呀 什么时候照的我也不记得 怎么了 没 没什么 看来我明天得去问问指纹 老实交代 这是不是你 你怎么也有这张照片 在你家看见的 等等 也 你该不会已经知道了吧 好啊 我还以为你俩要上演二人错过的戏吗 原来早就知道了 没有 我也是那天换过来之后 偶然在书房看见的 那你怎么不告诉他 那你怎么不告诉他 我们现在怎么说啊 也得等换回来之后吧 也是 那你呢 你会告诉他吗 我为什么要告诉他 我就喜欢他苦苦找人的样子 他楚天燕也有今天 他一直在找我 对啊 你就是他心心念念的白月光 他可宝贝这张照片了 谁都不让碰 怎么样 你喜欢他吗 两情相悦 真好 这么看 你们俩从小就很般配 看他小时候多可爱 他还偷看你 你们在干什么 你俩有事我先出去了 等等 你手里拿的什么 没什么 我都看到了 是照片 你是他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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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不是那个意思 他不是不想让你 你再给他点时间 让他修法一下 没有 再给他 你吃些什么 我试试 你才给他 放下 摇尾 aker 你现在的情人 和你的白月光是同一个人 不是 那你还纠结什么呀 她好像 不太想跟我相认 她不喜欢你 我也不知道 你看啊 她现在可以不喜欢你 但是不代表她以后不喜欢你 对吧 女孩她就是给用来追的 你得先这样 来这样 懂吗 没问题的 她是我哥 又要追我 但是我又不能一直躲着她 小心烫 我没事 有水 谢谢 谢谢 楚天爷她到底想干嘛 算了算了 不想了 赤婉 你为什么在躲我 我没有啊 没有 那你为什么看见我就跑 我没看见你啊 赤婉 我这样不是出于对意外的负责 也不是见色起义 我是真心喜欢你 你能感受得到吗 能不能给我的机会 不要再躲我了 怎么虞超教我的 都不管用啊 雅 褚天爷有毛病吧 说那么肉麻的话 谁叫大的呀 不行 我不管吃晚了 我要辞职 有毛病啊 我觉得我不太适合这份工作 我就不影响大家了 你要辞职 不是 你不是干得好好的吗 之前那个一直看你今生的组长 他已经被楚总辞退了 你啊 就安安心思在这干 不要有那些乱七八糟的思想 吃晚之前竟然还有这样的遭遇 楚天爷还挺细心的 跟这没关系 其实我 你来了 楚总 你说这么不想见到我 楚天爷 我实话跟你说了吧 其实我不是 其实我不是 不是什么 楚天爷 我们很多年没见了 你得给我点时间去适应这件事 好 只要你不躲着我 我们可以慢慢相处 那 这辞职信 我可以不辞职 但是你得跟我约法三章 好 你在公司不能离我太近 不然同事们会议论 好 你不能总往项目不跑 不能影响我工作 好 任何跟我有关的事情 你得征得我的同意 好 只要你答应我 不躲着我 我都答应你 我都答应你 成交 大小姐 雷特助 我需要一个助理 好啊 这个没问题 你有心意的人选吗 吃碗 啊 吃碗 不可以吗 哦 可以 当然可以 我去问他愿不愿意 吃完宝贝 吃完宝贝 你怎么在这儿 我当然是来给你送爱心便当了 谢谢 不需要 这是我的心意 你不接受的话 我会伤心的 那如果你嫌弃 我们出去吃 现在是工作时间 请你离开 前两天我们还一起痛快逍遥 现在怎么就翻脸不认人了 你别乱说 谁跟你痛 吃碗 你竟然脚踏两只船 你们造谣人的方式 能不能变一变呀 我哪里造谣了 江少 吃碗他骗了你 他跟楚总的关系 他和楚天爷有什么关系 跟我有什么关系 江少你 能不能撬动楚天爷的墙角 是我的本事 跟吃碗没关系 跟你 跟你也没关系 江少 吃碗这种水性洋化的女人 他不值得你对他这么好 他不值得你值得呀 还真是第一次见他这么违惠 我一个人 你们又在说什么 楚总监 吃碗他一边跟楚总 不清不楚 一边又勾搭江少 我实在是看不下去了 不清不楚 首先 我跟楚天爷什么关系 不用跟你交代 其次 我跟江又明就是朋友关系 最后 你家住海边的关系这么宽 柔然 你也跟好好跟你们楚总反馈反馈 你们公司的人真会挑事啊 好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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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打算怎么办啊 只能先糊弄过去 你确定 江又明比楚天爷好糊弄多了 嗯 你都不知道我经历了什么 太离谱了 嗯 嗯 哎 傅罗岩 你现在怎么这么热爱工作 快泡人 你帮我应付他 我 嘿嘿 炉严宝贝 你别那么绝情嘛 嗯 我们在工作 祝你离开 之前喊你出来玩你都那么积极 现在怎么了 你不会被什么东西上身了吧 快 我们在工作 你别影响我们 哎 知道了 知道了 我们还会再见面的哦 他不会发现了吧 应该不会吧 怎么还没完没了呢 楚天燕 我听说你在这儿 就过来找你了 我们不是约法三章了吗 因为我还没请你吃过饭 你今晚有空吗 我还没有请你吃过饭 你今晚有空吗 我也没送过你什么礼物 这个就当棒棒糖的回礼了 行 我答应你 我们下班再说 下班 什么情况 怎么了 他现在攻势有点太猛 我有点招架不住了 不过我们约法三章 应该还好 为了你这破工作 我真的是 真是难为你了 我们先说好 他追我你可不能吃醋 我是他妹妹 我们俩不会有什么的 当然 是很讲道理的 不过 他对你确实还挺真心的 他那么强势一个人 现在说什么就是什么 要不是因为你 我才不忍他呢 那以后 就麻烦你帮我约会了 那我一应付不来 给你发消息 好 好 我是造了什么孽才摊上你了 什么情况 江永明你怎么也在这儿 走吧 我带你去吃西餐 吃完 我们约好了 你们俩要不要这么高调 高调吗 我还没来得及准备花呢 下次再给你准备吧 吃完 我知道你喜欢吃中餐 我特地订了私人菜馆 走吧 可以 楚天叶这种臭脸怪有什么好的 你还不是跟我玩比较有意思 放手 住手 真是太让人伤心了 我餐厅都订好了 既然这样 罗燕宝贝 你陪我一起 走 来 你是 在等什么消息啊 没有 不是 我们都这么好的朋友了 你这点实话都不愿意跟我说吗 你在等迟晚的消息啊 要你管 好好 别生气嘛 你要是好奇他们的约会 我带你去看看 我看是你自己想去看吧 我可没说 不管他们了 赶紧吃饭送我回去 好 我的小公主 来 尝一尝 你也吃啊 来 多吃点 你也吃啊 别动 楚天叶也有这么细心的手 不行不行 太尴尬了 尴尬的问交纸空出一栋别墅 谢谢啊 这么开心啊 合同的事情 我跟爸妈解释过了 他们也相信你 会在公司好好干 刚好有个多家村的项目 需要你过去考察一下 我 一个人 嗯 我还有事情 什么时候啊 明天 这么突然 这是咱妈的意思 好吧 对啊 看了他约会得很开心 我是该开心还是难过 喂 上班了 你人呢 楚天叶跟我说出来出差几天 出差 嗯 吃饭宝贝 我会抢你的哦 你干嘛 你跟姜佑明在一起 对啊 他说这是跟姜佳一起的项目 太是来时差的 你们还要一起出差好几天 嗯 应该是的 这是联姻的阴谋吧 不行 我也要去 齿小姐 齿小姐 你去哪儿啊 度假村 度假村 和姜佳合作的那个 为了去上 洛言宝贝 怎么现在工作这么认真呢 我突然想好好工作不行啊 是吗 我听说这里晚上没人 你个人住 要是害怕的话 我来陪你 不要 吃饭 他怎么了 我不放心你 你哥怎么也来了 公司楼下碰到的 嗯 行吧 既然来都来了 那就让本少爷 带你们去这个度假村里 最有特色的地方 怎么样 嗯 这就是你说的 有特色的地方 当然了 这个地方可是我吃巨子 让人精心打造的 看看 好看吗 来 喝 别 别喝 不是楚天爷 你怎么这么扫兴呢 我这可是好酒 要不是看在迟晚的面子上 我根本不会拿出来喝 门上 你这会喝醉的 我给你找点解酒的去 干杯 等一下 哎呀 喝喝喝喝 喝 喝 别 我来 你喝醉了 别喝了 没有 我没醉 哎 楚天爷 你一杯倒的酒量 你帮人家喝啥呀 吃完 吃完 吃完喝多了 我送他回去 哎 哎 哎 洛言宝贝 咱俩喝好不好 哎 干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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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小天爷住手 我开始吃完 什么 你说你才是十万 我知道这样很荒谬 但我确实是和洛言灵魂呼唤了 你没发现 我们有点不一样吗 我就说洛言 怎么突然对公司的事情 这么伤心 原来是因为换了个人 原来只是咱俩 我误会他了 谢谢你 过去和现在 过去和现在 嗯 我是说八岁年年 原来真的是吃我的 小哥哥 我送给你糖 你不要不开心了好吗 好的 谢谢 我们一起去玩吧 哦 好 石头剪刀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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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真的是吃完 是 我是吃完 那天 我不知道要怎么面对你 所以逃走了 但我知道你不是那样的人 喝 继续喝 还真的是我美 不过我竟然追了他那么多天 我都知道 我感受得到你的诚意 我带你去个地方 走 不可以 你是洛言 我是迟吻 你相信我 看你现在是洛言 不可以 什么时候才能换回来 放心 会有办法的 你不会觉得我是疯子吗 怎么会 你给我的感觉 是不一样的 因为洛言他不会这样的 我先前 还奇怪来着 现在 倒觉得 是有了答案 不过这件事情 不能让别人知道 我怕 陈家会觉得我们是精神病 会对你们家公司不利 嗯 你说得对 你不会 醒了就忘了这件事吧 不会 我花了那么长时间找你 怎么可能会忘记 对了 你怎么找到那张照片的 那张照片 是我托人找到的 但后面我再想找你 就再也找不到你了 我后来想找你玩 也找不到了 我还以为你不想理我了吗 不是 我当时 是被爸妈送去疗养院 疗养的 第二天 就被送回了楚家 没机会 去跟你告别 嗯 原来如此 我就说怎么找不到了呢 你也找过我 当然 我可没遇见 这么好看的小哥哥 原来 我们错过了这么多 还吃着一杯豆啊 早 早 吃点东西 嗯 走 昨天酒喝多了 头有点痛 不是 你们一个个 怎么都不行啊 一个能喝的都没有 还有 洛言宝贝 你昨晚怎么先走了 我突然有点事 你怎么会突然来这边 我爸喊我来的 你爸 你爸和我爸 让我和洛言宝贝 联姻 果然又是联姻 他们还是没死心 两家就一定要联姻吗 你真的不想和我联姻 关我什么事 联姻嘛 长辈的意思 想结再说呗 不行 你不行什么 这是我会跟我爸说的 却能打消这个念头 我倒是无所谓 不过洛言宝贝 你最近都没有来找我玩呀 我在忙工作 一直在公司呢 不是你变了一个人啊 你以前不是挺爱玩的吗 现在怎么 报公司了 我想好好工作不行 好好好 以前与我狼狈为奸的 楚洛言女士 不复存在喽 你还真会用死啊 实陪一下 你说他这么大一个总裁 偏要跟着我们跑 你说楚事是不是快凉了 彼此彼此 十万美人 以前我不觉得你这么会对人 你怎么了 跟他带一起久了 传染了 本来就是嘛 这样是都没问题了 楚事更没问题了 不是你俩联系伙来欺负我 知道了 爸回国了 我现在得回去一趟 我跟你一起回去 走 那我们呢 等等我 待会儿见到爸 你别激动 我就当我是洛言 我没这个意思 我说可能见到爸 他态度可能不会太好 原来洛言的处境 这么差 你把他带来干什么 他现在不是应该在度假村 和江家那小子在一起吗 妈 你想要联姻的事情 也要问一下我们的意见 我问你们干什么 等你们回来 跟我们顶嘴啊 身为楚家人 平日里无所事事 想尽荣华富贵 让他去联姻怎么了 难道亏待他了 这不是亏不亏待的问题 我有在跟江明好好相处 那就好 你们呀 要好好听你妈妈的话 你妈妈还不是为你们好 还有你个臭小子 我还没跟你算账 你把他带公司里来干什么 什么时候轮到你来做准了 什么时候轮到你来做准了 就是 他什么都不懂 你把他弄到公司去 还不就是给你贴乱 没有啊爸 洛言他做得很好 东眼局团合同的事情 你不是也看到了吗 洛言太史楚家人 总是要给他去公司 适席的机会 我又不是没给过他机会 你看看他 原来都干了些什么 哪件事他做成过 妈 我是真心想学习的 东远集团的收购 也是我拿下的 我是真心想帮哥的 人一定是很有长进的 您不能拿有色眼镜看我 怎么跟你妈妈说话呢 妈 李建民小蛙 跟给我们处事跳 最后 还是洛言发现了问题 我们用更低的价格 拿下了东远集团的项目 这是洛言的功劳 妈 我发誓 我一定在公司好好工作 不捣乱 您再给我一次机会吧 妈 看在天叶帮你求情的份上 就再给你一次机会 下个月 我们处事将举办答谢酒会 就由你来负责 谢谢妈 妈 妈 你们旅途劳累 先休息吧 我带洛言 先去熟悉下酒会流程 奇怪了 这兄妹俩的感情 什么时候处得这么好了 我倒要看看 他们能耍出什么花样来 怎么 你们豪门都是这样的吗 其实也不是 冒昧地问一句 洛言是亲生的吗 是亲生的 那既然是亲生妈妈 怎么对洛言 我还一直以为 楚夫人不太喜欢洛言呢 一直以来 家里都是我妈妈当家 从小 她就一直忙工作 她又把我当作 储家继承人 也就是因为这样 她对洛言的关爱 就变得少了 那联姻这个事情 他们认为 联姻 是洛言最快的立足方式 其实洛言很聪明的 我会好好引导她 那以后 就麻烦她嫂子了 说什么呢 这事情 要交给洛言 我还真的比较担心 但交给你 我很放心 你怎么知道我做得好 先不说 东远集团的事情 我让刘燃去调了 你这几年的工作记录 做得很好 至于 组来你发展的 那位总监 我已经把她开了 现在把她开了 已经对她很好了 果然是厨子 够不见 这个 是经常跟我们公司 合作紧密的客户 你看一下 不要出错 好 这什么 石小姐 大小姐接下来会很忙 所以你多帮忙她 为什么 董事长把接下来的集团 答谢酒会 交给大小姐来做了 我有事问你 怎么了 那老头 怎么会把这么重要的事情交给我 是因为楚天叶跟他保证 他会好好干 所以才交给他 你在楚着 楚天叶 他竟然会帮我保证 他也不怕我打他的脸 是因为他知道 我安排刘燃 去你最爱事的餐厅订了餐 已经送到你办公室了 吃饭 不是喊我开会吗 你这是私事公办 我就是想跟你吃一顿饭 看你妈的那个样子 我不喊你吃的话 你肯定又不吃饭 你就算陪我了 这次的答谢会 集团虽然很看重 但你 也千万不要有压力 只要你不出大问题 就没问题 我之前都没有组织过 这样的集会 谁都是从第一次开始的 只要你相信你自己 我会喊刘燃 跟你一起去执行的 好 如果可以的话 请你多代代罗燕 毕竟罗燕也是储家人 他真的 一点都不会 如果你教他的话 他的接受能力 会更强一点 好 我会的 你来抱一下吗 这次酒会的酒 你来负责吧 你接触的比较多 或者说你去问一下 公司经常合作的 那些酒家 就关火了 我 干活 我才是大小姐 可是你现在是迟晚 我这么忙 你不帮忙 别人会怀疑的 天上的 我都这样了 还要干活 快去吧 加油 去项目不问一下 可能会比较好 好吧 吃完 这么晚 怎么还不走 对了 咱们公司项目部 之前有没有跟酒 相关的项目啊 有啊 公司之前 有经常合作的酒厂 那方便把资料 给我一下吗 好啊 不过 你得等我找找 好 谢谢麻烦你了 别客气 小秋 机会来了 吃完 找到了 这就是我们之前公司 合作过的酒厂 全都是高端酒 连数量和种类 我都帮你标好了 谢谢 我就等着看 小秋姐怎么整 你会看到 我们去看 你不认为 你不认为 你挺多的 我认为 你不认为 怎么还得 有点 你不认为 你不认为 帮你以后还是给你自己去 难道你想去联姻 我不想 那就对了 我跟楚天爷说好了 只要你在公司站稳脚跟 他就去说服爸妈不去联姻 行吧 行吧 我怎么觉得 你跟楚天爷 狼狈为奸呢 你俩是不是发生什么了 没有 能发生什么呀 没有 你这样很可疑 工作关系而已 我跟他只是工作上多点交集 行吧 勉强相信你 东东 我为什么瞒着他呀 跟他说也没什么 大小姐 情帖已经发下去了 时间就定在这周六晚上 好 好 那你忙 我一定不会让楚天爷丢脸 吃饭怎么还没来啊 别担心 湘雅明去接他 你忘了吗 湘家 也在我们要求范围之内 不是 我是说 他怎么会去接他的呀 那小子贼心不死还想追你呢 我 不是 我 怎么这么晚才来啊 你家里都是些什么破烂啊 还好江佑敏带我去买了 不然本小姐穿什么 不好意思啊 我忙忘了 你也不能仗着你自己好看 就不打扮自己啊 你俩说什么呢 跟我也说说呗 不关你的事 不是吧 这么无情啊 用完我就丢啊 请注意你的措辞 难道我说的不对吗 好了 我们先进去吧 初总 鼎业集团的张总到了 我们要不要接下 接一下吧 好 我跟你一起去 他们都有正事要干 没事啊 有我陪你还不够 你 那还是算了吧 过来 我跟你说啊 今晚可有好戏感 什么好戏啊 告诉你有什么好处啊 这还有什么好处啊 那这样吧 我告诉你 你这个周末陪我优惠怎么样 那还是算了吧 我告诉你还不行吗 不是不是 张总 初总 给你介绍一下 这是我妹妹 也是处事集团的项目总监 处了烟 一直想着拜会您 没想到先遇见了 希望之后有机会合作 处小姐真是年轻有为啊 能和处事合作 也是我的荣幸 如果可以的话 那真是太好了 我先试陪一下 好 张总 幸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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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是你妹妹 你说的这个项目 是我策划的 想不到啊 长得还挺漂亮 不是说她不学无数吗 这么看起来 跟传说中不太像啊 你说 我要是追你妹妹怎么样 咱俩来个七上加七 不可以 不是你这 能不能别直接无情地拒绝我 她是不会喜欢你的 我还没试试呢 等着瞧 楚小姐 来 敬你 尝尝这个 我才不要 幸会 幸会 没想到 于公子也跟楚小姐认识 今天晚宴上 这么多豪门子铁 我好不容易踩进来 凭什么 吃晚可以和江少 一起成双绿腿 不就是长了一张领 好 这个江少还对他 真是严厅计则 不愧是高手段了 还可以 不过快了 你马上就会变得 一无所有 楚小姐 真是才华 楚洛言 这么重要的场合 吃晚让你明显扫地 我看你还怎么跑 服务员 给我来瓶酒 我闹你了 吃吧 吃吧 滚 汤汤 唐唐楚家 就用这么便宜的酒 招待客人 我 你们楚家这么有钱 今天的打谢宴 居然用值一百多块钱的酒 这算哪门子打谢宴 是 打量着我们在座的人 都不配喝吗 这位客人 有什么问题吗 楚总监 既然你来了 那你就说说 今天达歇宴就给我们宾客 喝这么粗质烂造的酒 就是 你们楚家 给我们喝这么差的酒 该不会是假酒吧 客人身体出了问题 你们楚家 担得起这个责任吗 各位少安无躁 我们楚家 拿出的是最高的诚意 招待大家的 你打量着蒙我是吗 这酒超不过一百块 就拿这种酒招待我们 你们楚家安的什么心啊 正好我平时喜欢品酒 不如让我来看看 程总 不好意思 见相了 无妨 好酒 什么 张总 你该不会是认错了吧 这酒我家里也有收藏 这就是顶级的 罗曼尼康帝 的味道 不好意思各位 闹了这么一个乌龙 这酒确实是罗曼尼康帝 这酒瓶也是我们故意换的 好端端的 换酒瓶干嘛 因为我们楚氏 就是这样的公司 无论表面如何 内心一定是纯粹的 也希望各位能够透过表面 看向本质 能够看到我们楚氏的诚意 不愧是楚总监 我不是让你给我送的假酒吗 怎么变成罗曼尼康帝了 我不是给你钱了吗 让你换成假酒 酒呢 果然是你 怎么 做了亏心事 怕见到我 你怎么来了 你说的话 我都录下来了 你 再提醒你一句 你的计划都落空了 这就不对 不是他包给我的酒 是不是被人换了 这酒真的要很差 难道 是有人要搞砸这个酒会 那这酒现在怎么办 短时间内 能换吗 别着急 我知道有个人那里 他一定有 至于这个换酒人 等等 我有个办法 不如 就不换酒瓶 把里面的酒换了 对有人发现计划失败 一定会露出麻将 就这么办 可惜了本少爷的好酒啊 全被楚天叶那个家伙 给戒糊了 现在是说这些的时候吗 对了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 你应该被楚氏给开除了吧 你通过不正规渠道 混入酒会 如今又倒卖假酒 我去韩宝安 把他丢出去 我在这儿看着他 凭什么 你这个贱人 四处勾引男人 怎么还有男人 上赶着帮你啊 你敢打我 我打的就是你 你一天到晚造谣 别人私生活有意思吗 满脑子都是这些 我看是你在勾引别人吧 你以为楚总真心喜欢的是你吗 他不过是图着一时新鲜马 我可是听说楚总 一直都有喜欢的女人 你别以为你真的可以 飞上枝头当凤凰 不好意思 楚天燕喜欢的人一直都是我 只是他一直追求我 我没接受罢了 不可能 肯定是你用脸蛊惑了楚总 大学的时候也是这样 现在公司里你还这样 我这么努力地想要阻止你今生 楚总怎么可能 原来是你干的这些事啊 你放心 我会一件一件帮你曝光的 我跟您拼了 我跟您拼了 江少 没事吧 是晚会楚天燕不清不楚的 你还袒护他 本少爷从来不打女人 希望你别让我破这个例 就他这样子你还袒护他 我不袒护他 难道袒护你吗 他怎么样 你说的不算 你别让我破这个例 怎么 被本少爷帅呆了 没事 谢谢你啊 回去吧 现在回去啊 可能还能看到洛言大杀四方 走 大家举杯 今天 除了我们楚氏集团的 项目酒会以外 我要借此机会 向各位介绍一个人 在我身边这位 是我们楚氏集团的项目总监 也是我楚天燕的妹妹 大家好 我是楚洛燕 感谢大家的光临 这次宴会 有招待不周的地方 还请尖量 这些年 我们楚氏一直稳步向前 怀抱初心 在将来 也会以最高的诚意 期待和大家的合作 最后 再次感谢大家的到来 谢谢大家 你 说得不错 你是不知道 我那叫一个威风啊 杨小秋的脸 那叫一个臭 哦 我知道了 楚大小九在这方面 确实很厉害 但是工作上 能不能也这样 工作上 嗯 这个事情 还是你比较擅长 我就不打扰了 你先忙 你每天中午让我来吃饭 别人不会怀疑吗 会怀疑什么 你是我妹妹 嗯 啊 对了 你那个朋友 他约我 不用理他 你该不会吃醋了吧 还真吃醋了 哎呀 我现在是顶着洛燕的身份 你知道的 我知道 总会有办法的 爸 对你这次的表现 还挺满意的 已经答应你 留在公司了 太好了 之后我们集团 和背景集团 有个项目要谈 其他公司 对这个项目 虎视眈眈 爸的意思是 需要你来负责这个项目 我 再过一阵子 就是集团统事会了 所以 我明白 但是现在有个当务之急的事情 我让刘安查的事情怎么样了 刘安 初总 你找我 是我找你 现在已经确定 是财务部出了问题 不过 还不确定具体的人选 财务部 对 难怪 不抓出内鬼 之后的项目也会步步为难 对 他们敢向东远出卖我们 也敢向其他公司出卖我们 那我马上去确定人选 尽快 嗯 在你们换回去之前 就麻烦你 多帮帮他一点 今天怎么主动冤枉 今天上班太累了 想放松一下 只有这样才会想起我 不可以吗 当然可以 我什么时候拒绝过你 好 妈妈 你现在怎么喝酒的频率 越来越高 是工作压力很大吗 厨师集团啊 虽然强大 工作也体面 但我们身体要紧 好吧 嗯 来 再喝一点吧 否则明天头要痛的 慢慢来啊 我跟你讲啊 以后碰到什么事情啊 一定要跟妈妈讲 妈妈帮你一起面对 你睡吧 嗯 我好像 有点不想换回去了 喝咖啡 天 在家呢 哦 差点忘了 虽然我是吃饭 但我看着还是你妹妹 你不觉得奇怪吗 怪我恋爱脑了吧 这有什么直接关系啊 要是被妈妈看到了 多奇怪啊 你是不是 刘娟 到底什么时候 才能换回来了啊 我有话跟你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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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先说 我最近在忙悲情公司的相目案 很重要 涉及到你在董事会 能不能立足 所以 我明白 你也知道的 换回去之后 这些都是你要做的 我 怎么了 是不是我多管闲事 你如果不想我就 没有 我知道这是你的好意 那就麻烦你 做一下他们的产品计划 我去做策划 我 大小姐 所有的证据 我们都已经找到了 只是这人是公司员了 不太好办 再次投的员工 也有解决办法 大小姐 您已经知道该怎么做了 什么疯吧 楚总监 您出来咱们财务部了 有什么事 您吩咐一下就好了 还麻烦您跑一趟呢 我是来整顿你的 我是来整顿你的 楚总 怎么了 自己打开看 这里面是你涉嫌 售卖公司机密 都是证据 你和东远集团的财务往来 还有你通过公司内网 发送包括公司机密的邮件 都有证据流存 证据确凿 你还有什么好说的 你 被开除了 开除 你不能开除我 我在集团干了十几年 你凭什么开除我 凭什么 我现在不是以 项目总监身份跟你说 是楚天叶让我来解决的 你售卖公司机密 我已经报警 还有什么要说的 跟检查说去 别 楚总 别 楚总 财务部的内容 都是机密 你跟别的公司 售卖公司机密 已经涉嫌犯罪 另外 财务部有人好好表现 随时可以顶替你的位置 不是 楚总 请问 楚总 不是 听我解释 楚总 楚总 我 我是无辜的 楚总 大小姐 您刚才那招杀鸡镜 我太帅了 我太佩服了 你们俩说什么呢 刚才大小姐抓内鬼 直接把证据甩到她脸上 一顿输出 不愧是楚家的大小姐 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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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仁 你还有事的话 你就先 楚总过来 让我跟你说 贝信这个项目呢 幽露鸡汤也会参加 所以到时候 可能是两家公司 比拼竞争 比拼 对 这个公司呢 经常会用一些 特殊的手段 所以楚总不放心 让我过来给你提个箱 好 我知道了 那我先走了 那个刘仁 他还不知道 没事 你别担心 我不计较这些 况且 你本来就比我 更像个千金大小姐 没有 就算我们身份互换了 我从来没有想过 顶替你的位置 我只是比较热的工作 况且 你很多地方都比我厉害 真的吗 真的 但是 我是真的很想成为你 你不用太难过 说不定我们很快就换回来了 我看你是想跟楚天叶 谈恋爱吧 没有 我只是觉得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优点 不一定非得怎么样 而且 只要你努力 你也会成为 非常厉害的楚乐燕 好 刘仁说了 这次的项目 你做得很不错 也没有啦 不过这个吴子健 一直很不受控制 集团的几个老总 都很喜欢他 那他为什么要出卖公司 是因为钱吗 不清楚 不过把他赶出去 肯定是件好事 不然之后 背信这个项目 他还是有可能再摆我们一刀 背信的预算 我做出来了 策划案也先好了 看来你已经有了想法 爸的意思也是 如果你可以拿下这个项目 就会转让一部分股权给洛言 洛言 也就可以在董事会里 有自己的立足之地 股权 对啊 爸虽然对洛言严厉 但是 还是把他当自己人 如果洛言有本事的话 爸自然会把该给他的 都给他 突然感觉压力好大呀 我相信 你应该很快 会取代我的位置 我没有这个意思啊 我知道 不过这次项目 我就不插手了 全权交给你负责 好 保证完成任务 你把我带过来 真的没问题吗 成长了 你现在不问我 为什么带你过来了 我是说认真的 你现在是我的助理 我带你有什么问题吗 当小姐 有路急通的人已经到了 我们先进去吧 还真去 好 久仰大名啊 楚小姐 久仰 陆总 感觉这个人看着不像好人 或许你可以把感觉去掉 二位好 感谢二位来到我们公司 关于这次的项目呢 我们公司希望择优选择合作对象 还请二位亮点 项目宣讲 由哪家集团先来 既然这样 那就我先来吧 关于这次背庆的项目 我们幽露也是花了很长时间去做背调 了解了背庆的企业文化和相关历史进程 专门为此策划了这个项目 大家请看PPT 怎么策划跟我们的一模一样 怎么策划跟我们的一模一样 这人抄袭我们 不要喝 被亲的人猜了 狗东西 怎么了 他的PPT跟我们的一模一样 背调明明是我做的 接下来我们项目会按这个方向推进 我们不是抓到那鬼了吗 怎么会 怎么办 这个项目这么重要 难怪这个狗子要先说 原来在这儿等着我们 我们的策划案就是这样 谢谢大家 周总监 到您了 很意外 我们的想法跟幽露不谋而合 既然如此 我们来讲一些 幽露没有讲到的内容 以上就是我们楚氏的策划 期待与您合作 没想到 楚总监真的是年轻我为啊 楚氏有了你 真是再添一元猛将 希望我们可以合作愉快 合作愉快 怎么背亲这么急着签合同 这次的项目着急 估计对方想赶紧定下来 不会再出什么意外了吧 不用担心 大小姐会搞定的 那个PPT怎么回事 那个我也不知道 按理说 那个PPT应该没有人看过才对 还好他留了后数 不然这次死定了 你说我们公司不会含有内鬼吧 难说 我去下洗手间 好 你们什么情况 废菜的酱母被那个楚龙爷 抢走了知道吗 我要你们干什么吃的 之前不是说她是个花瓶吗 这女人心眼还挺 长得也行 还背靠主事 要不我去跟她玩玩试试 她怎么还没出来 小姐怎么了 合同搞定了 内容没问题 回报率还不错 我们去跟楚天爷交代吧 快走 走吧 楚总 厉害呀 不如我们聊聊 楚总 厉害呀 不如我们聊聊 你这小助理挺不懂事的 我可是很诚挚邀请你的 陆总 不好意思啊 公司还有急事 我们下次再聊 等等 你可别敬酒不吃 吃罚酒 陆总 请自重 冲天爷 他怎么过来找我 你要带我去哪儿 没有 就想带你离开 你该不会吃醋了吧 陆恒那种人 你跟他有什么好说的 还下次再约 有什么好约的 我那是客套话 我也不是真的那么想的 你现在 代表的可是楚世千金 你可以果断地拒绝他 你还跟他客气什么呢 我可能有点着急了 也不是故意凶你的 逗你的 我没生气 你能在意我 我很开心 今天的事情 我会调查的 这个PPT 只有我和洛言看过 也没有在其他的地方 打开过 洛言 应该也不会外传了吧 那会不会有人 黑了我们的电脑 楚世的内网 是花大价钱打造的 应该不至于 会不会有人 落进我们办公室啊 有可能 谁这么恨洛言啊 可能是有些人 故意的 你知道是谁啊 我一定会找到证据的 别那么紧张 今晚回家吃个饭 别让他着急 跟他说个好消息 好 走 志小姐 楚总可能是担心 项目上的事 所以才没来得及 顾得上你 你不要介意啊 楚公子找这个大小姐 可能是聊聊宫事 你不要担心啊 对啊 最近楚天忆和江又明 好像都没来找我 他们是不是发相声 这次做得不错 谢谢妈 妈 你不是说给洛言奖励吗 下周我会给洛言举行仪式 到时 我会正式向董事会宣布 谢谢妈 谢谢妈 怎么了 怎么不太开心啊 没什么 只是我下周可能要出差 看不到你的意识了 应该不是什么 重要的意识 工作也要紧 我也是突然发现 原来爸妈 对我和洛言的态度 这么不一样 虽然我们是兄妹 但他们 一直都是对我更好一些 我还记得你妈妈的样子 她更像 我所理解的妈妈形象 我想洛言在你家 应该会更开心一些 或许以后 我们就是一家人了 楚小姐真是天生丽质 都不需要怎么打扮 就已经这么漂亮了 这会不会太隆重 太夸张了 一点都不夸张 今天这么重要的日子 打人要越漂亮越好了 好吧 喂 怎么了 最近都联系不到江又鸣 他有联系你吗 没有啊 奇怪 发消息也不回 打电话也不接 该不会是被谁绑架了吧 应该 应该不至于吧 对了 今天 是我股权继承一事 江家人也回来 你要是担心他 你要不要也一起啊 地址发我 楚总 你这次这么着急赶回来 不会就是为了 大小姐的仪式吧 不然呢 楚总 我多一句嘴啊 你已经很久 没有关心过池小姐 这是我自有打算 不用点操心 老板该不会是 多扎人吧 不管是什么重要的日子 我都不想错过 我都晚晚 你好小姐 请出示下您的邀请函 你们大小姐叫我来的 不好意思啊小姐 我们执任邀请函的 行 我给她打电话 您好 订婚宴 里面请 订婚宴 谁的订婚宴 今天就是我们大小姐的 订婚宴啊 订婚 跟谁订婚 当然是和江家公子了 你说的 不会是江又明吧 对啊 这位小姐 如果您再不拿出邀请函的话 还请您马上离开 不是 我要见楚乐烟 他俩不能结婚啊 这线怎么样 您看看 接电话呀 快接电话呀 接电话呀 喂 喂 楚天叶吗 洛言 谢天谢地 终于接电话了 今天是江又明 跟楚乐烟订婚的日子 你知道吗 我没邀请函 进不去 也联系不上他们两个 我现在过来 爸 你放我出去吧 爸 在你没订婚之前 我不会放你出去的 爸 我可以订婚 但不是现在 现在还是以后 有什么区别 你少给我找借口 你呀 乖乖地把婚给我结了 洛言他不可能答应的 你们不能这样的 你 我才不管你们大不答应 没有我的命令 你不准离开这个房间 不 感谢各位宾客的到来 首先欢迎今天的主人公 楚乐烟 楚小姐登台 有请 接下来欢迎我们今天 另外一位主人公 江市总经理江又明 有请 什么情况 你什么都不知道 知道什么 看来你们楚家更狠 连说都不说 说什么 楚家和江家合作已久 一直以来关系都十分密切 在今天这个好日子里 两家更是愿意 亲上加亲 让我们一起恭喜 楚小姐 江少爷 喜结莲礼礼 正式订婚 他是不是穿戏了 他说的没错 今天是我跟你的订婚宴 他是不是穿戏了 他说的没错 今天是我跟你的订婚宴 订婚 这不是我的股权继承 是吗 你先再走 我们两家都下不来的 接下来 两位请交换戒指 现在逃跑的概率有多大 零 那怎么办 既然只是订婚宴 或许我们还有周旋的余地 不能听我 我知道 我是被我爸绑过来的 二位 带截指 你还真的 这么多人看着我能怎么办 难道 楚总来了 是啊 楚总跟他妹妹关系真好 楚天忆 你要干嘛 等着这么多嘉宾的面 你疯了吗你 我楚天忆的妹妹 怎么可以这么随便订婚 对啊 我也觉得 今天订婚仪式不够隆重 给我们洛言宝贝的 一定要是最好 所以我决定 下次再订 今天依然是我们 楚洛言小姐的 五份交集仪式 请大家热烈鼓掌 接下来 我们有请 楚董事长 上台发言 你在搞什么 今天当着那么多嘉宾的面 你在给楚家丢面子 你知不知道 还有你 我一直以为你是在为楚家考虑 结果你把事情搞成那样子 你满意了 妈 你应该提前跟我说的 我提前跟你说什么 想要继承股份就得结婚 你空手套白狼 这下你如愿了 洛言没那个意思 再说 结婚是两个人的事情 对方也没这个意思 你有什么资格跟我提自愿 妈 现在宾客也没觉得有问题 保全两家体面 已经很好了 今天要不是你出面阻拦 哪会发生这些事情 你长大了 我管不了你了 董事会那帮老狐狸 你们能应对得了吗 没有江家的庇护 你这个位置 怎么能坐得完 我可以 洛言也可以 下个月就要开董事会 你要把现在这个位置丢了 你就不要回这个家 楚家也没你这个儿子 疼不疼 我都听见了 你也别太难过 我也不知道你把门回 我都知道了 他在度假村的时候就知道了 难怪 从那以后就再也没有找过我 也难怪你今天比我反应还大 你瞒得也不是很好 我 我要是知道今天会这样 肯定提前跟你们说了 其实你也不用自责 我都已经习惯了 他们对楚天叶都这样 更别说我 没大没小 我可告诉你 我现在也是有人撑腰的人了 你可别欺负我 不过江又鸣那边 你就这么关心那个小子 谁说我关心他了 我就是问问而已 毕竟他今天配合得也挺好的嘛 按照江家的家训 他也不会比我好到哪里去 那董事会那边 很多果冬 一直对咱们集团虎视眈眈 所以爸 才会这么担心 我们能不能此集团立组 我也能理解他 那也不能把孩子当作联姻的工具啊 他已经退步了 只要能安稳地度过下个董事会 他应该就不会再逼我们联姻了 新的果权人进入董事会 再加上 你在集团里有自己的职务 所以是要做庶职的 这个我可以 但是 肯定会有人反对 我们得让对方闭嘴 我知道 上个项目 好 就这么看 你们在说什么啊 我让刘燃去配合你 不过这事 还得偷偷查 我知道 算了 反正我也听不懂 你们俩搞定就行 洛燕 你要知道 这一切 都是因为你 但是这些都是你争取来的呀 跟我有什么关系 如果不是你 我根本没有机会争取这些 是你的 永远都是你的 可是我也不会啊 没事 你会学会的 你俩还真是一对 怎么来这里了 谁来调查些事的 来这儿调查事 大小姐 人在那儿 等等 那是陆恒 那是陆恒 你来这儿见陆恒 你不怕楚天燕 楚董待会就到 让我们先别情绪帮到 好 我知道了 那我先出去等你们 嗯 你注意安全 到底是怎么回事 看见陆恒对面的人了吗 谁啊 董事之意 孙总 他怎么会跟陆恒在一起的 一会儿你就知道 陆总 上次那个事情真的是意外 下次一定不会了 哼 你还想有下次 唉 我也没想到 楚洛音 没想到 他藏得还挺深呢 若不是意外 下一次 你就看我怎么收拾的 意外 你知道你让我在 背亲那里多尴尬 一模一样的策划案 结果对方做得比我更好 明眼人都看得出来 是谁抄谁 他拿下了背亲 现在又拿到了股份 你们 怕是在董事会 没有容身之处 他算什么东西啊 他还想在公司里 站稳脚跟 我已经和几个董事 商量过了 不可能让他 顺利地留下的 不可能让他 顺利地留下的 你怎么知道 上次 我们的策划案被盗 应该就是孙总干的 我找刘然 掉了监控 有人偷偷留进 我们的办公室 难怪 所以那是他的人 不过怎么 他老对我这么大意见 我让刘然调查了 孙总 之前想塞自己 把儿子进公司领导层 结果 被初天爷否决了 他可能怀恨在心吧 所以就是你 坐上了总监 他不高兴了 他就要赶紧走 那我们现在怎么办 今天来 就是找证据的 现在证据好了 就等初天爷来 我上厕所了 妹妹 哥们儿喝一杯吧 没兴趣 别装高冷了 去我玩玩 滚 别敬酒不吃十罚酒啊 给你面子就得接着 去哪儿啊 放开我 你跟我玩玩 你想咬我 没看见他不愿意吗 那你陪我呀 再不过 我马上报警 算你狠 我们走 没事吧 嗯 刚刚吓死我了 你一定要小心点 嗯 跟我玩 弄死 你醒了 发生了什么 你和洛言 从楼梯掉下来了 等等 我是谁 迟碗在哪儿 是我 莫言 是我 我们终于换回来了 是啊 终于 我也终于可以 国民政大抱你了 等等 我们换回来了 董事会怎么办 只能靠你自己了 开什么玩笑 我自己怎么搞得定啊 你不用担心 发言稿我都准备好了 你只需要照着毒就行 真的 真的 你只要别露欠 别人就不会怀疑你 孙总那边的事情 不会解决的 这么多 没完没了啦 这些都是需要你知道了解的内容 得记住 你们的脑子是什么做的呀 能装下这么多东西 记不住也得记 要不然别人问你 你不知道就暴露了 我又不是你 但是 你是楚洛言 你一定可以 水天爷 快把你老婆带走 我都疯了 你乱说什么 我没乱说啊 本来就是 爸说了 只要拿下董事会 就不用去联姻了对吧 是 那既然不用联姻了 是不是该去吃饭了 对 哎呀 好了 但是我不想吃你们的鬼了 走 我们吃饭去 嗯 嗯 哎呀 受不了这两个恋爱囊 放轻松 别紧张 我能不紧张吗 这可是我在公司的第一次股东大会 已经备了好几天了 没问题的 走吧 嗯 嗯 既然人都到齐了 那我们就开始了 今天会议的重点就是 关于集团未来决策层的人事计划 首先 让楚洛言 自我介绍一下 大家好 我是 哎等等 怎么了 公司原来一直都是由老楚总领导的 如今交给你们这些小辈 我们不放心呢 对 对 老楚总的股份也分给了你们两个 那你 我和洛言是一家人 为何不可 但是我听说 你们关系并不好啊 孙总 我和我哥关系好不好 轮不到您来说了 更何况 我听说呀 您跟陆家关系还挺好 什么意思啊 我什么意思啊 您最清楚了 您要是这么不满意我加入董事会呢 可以直说 没必要在私底下搞这些小动作 楚洛言 您要关系什么意思啊 楚洛言 您要关系什么意思啊 你这样血口喷人就不对了 我们还以为你有所改变 没想到你还是这么明顽不理 像你这样的人 就不应该在领导层待着 我有没有胡说 请看大屏幕 陆总 上次那个事情真的是意外 下次一定不会了 你还想有下次 我也没想到 楚洛言 没想到 他藏得还挺深呢 若不是意外 下一次 什么都不想说了 跟我怎么收拾他 我之前跟贝庆的合作案 跟陆恒拿出来的策划案一模一样 想必是有人不顾集团利益 偷偷把我的策划案卖出去给陆恒吧 陆总 你是我说的对吗 你污蔑 你这完全是污蔑 这也不是你第一次干了 这已经是熟那声巧了吧 这财务部的人也是你的人吧 什么人 我不认识 我还没有说是谁 您别急着否认 这是我最近给集团拿下的项目 你们没有理由质疑我的能力 我拥有集团百分之十五的股份 我有权参与公司重大决策 陆总 您说我说的对吗 既然如此 我们回来说孙总您吧 您泄露集团机密 您这样的人不配待在公司 集团里面我也有股份 你没有全力赶我走 孙总 让赏辈提醒你一下 泄露机密可是要负责的 还有您的儿子在外面欠下了巨额赌债 你以为你的资产可以保护他多久 我跟楚乐园考虑过了 可以买下你手中的股份 帮你赌上这赌债的缺口 总算搞定了 你俩够了 可别在我面前熊爱了 我们没这意思啊 算了算了算了 要不是江耀明还被他爸关在家里 我一个人无聊 也只能勉为其难 跟你们俩待在一起了 你不必这么为难 你看他吃完 你就别这样逗落叶了 不过事情完成了 现在应该没事吧 没事了 你做得很好 气场很强 这种事果然还得你来 不过 这次你只是侥幸 以后该学的还是要好好学 你知道了 我也好好学 不可吃吧 你得帮我 我会的 惊喜 好久没见 有没有想我啊 你怎么被放出来了 你们换回来了 你怎么知道 你们俩性格差别很大 很好被发现 而且我从小跟你一块长大 你什么样子 我会不知道吗 那你还 对 我追的一直都是你 只是你不知道 我追的一直都是你 只是你不知道 要不要给他们留点空间 怕什么 这可是我的办公室 送给你 什么意思啊 看来我挺失败的 喜欢你这么久 你都不知道我在追你 你不是喜欢吃碗吗 我是被吃碗的美貌 短暂地吸引 这点我承认 但是后来我发现 我还是喜欢跟你一起 打打闹闹 重点是你 而不是什么样的你 那还不是喜欢漂亮女孩 你不是一直都知道吗 你 你也是漂亮的女生 你在我眼里 是最漂亮那个 罗言 闭上一切 你要干嘛 除了眼 无关和楚家和江家的联谊 你愿意嫁给我吗 我 我哪知道 你是不是真心的呀 会不会过几天 我去找别人了 没关系 那我就慢慢追 那你接着我就收下了 好 这是您新的办公室 还满意吗 挺好的呀 但是我一回来就空降 是不是不太好 您学成贵来 给公司带来了巨大利润 还有跨境项目 直接空降没什么问题 这副总的位置 当然非您莫属了 那我霸占了楚天叶的办公室 楚天叶怎么办 对了 他人呢 楚总他 该不会被主干坏事了吧 不可能 绝对不可能 池总您不知道 这一年您不在 楚总又老是要飞国外 大小姐都要忙疯了 你不要专业话题 他人呢 你不要专业话题 他人呢 池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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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在这儿稍等一下 我的未婚妻 你回来了 我们终于可以顶风相见了 稍后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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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